希望明天考試一切順利 這個影片才可以發 要不然呢 這個影片都要作廢了 因為 我沒考上 考失敗的心得 那我先準備一下考失敗的心得 如果今天沒考到的話 我明年也不會再考了 因為我要給他養 我開玩笑了啦 怎麼可能 佩佩佩童言俱如 童言無忌啦 說錯了 嗨 大家 很久沒有這樣出現在這麼正式的影片上面 又出動我的RX100拍影片 因為前陣子就是都在忙 麻醉專科護理師的考試 所以我就都沒有用這台相機拍影片 前陣子的所有影片我都是用手機完成的 有一種很久沒有拍片的那種小小生疏的感覺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麻醉專科護理師考試一天的Vogue 考試有分成兩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的話 就是已經過了 麻醉專科護理師的V式 然後還有第二個階段的話是 口試 目前的話 口試的部分還沒有完成 預計可能是明年 就是2021年的春天的時候 我是有聽到奉聲啊 但我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考 可能預計春天的時候會考吧 不曉得 第二件事情是要跟大家說 我是怎麼準備考試的 會讀書的人跟不會讀書的人的 考試方法真的很不一樣 那我本身是屬於很不會念書的那種 所以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如何分配時間 這個點我會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說 或是大家可以先去看我的IG 這邊可以好了 看我的IG 我的IG裡面有分享 番茄時間分配法 就是我是怎麼樣在一個禮拜內 準備完考試的 我的方法會看起來很毒 如果大家就是看得不舒服 的話沒關係 就照你們原定的計畫就好了 不要聽我這個分配時間的方法 它真的蠻邪門的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那種 橋到船頭自然之啊 然後不到黃河心不死的那種女生 所以我是在準備考試的前一週 才跟我的公司請了一個禮拜的假 也就是說 我要在一個禮拜的時間 把我所有考試的內容要念完 反正呢 就是我之後會拍一集 我個人的 不會唸書的人的讀書方法 拍給大家 教大家我是唸書的 比較建議大家是先寫完考題 再去看考訓 這樣你的效率會比較好 現在是晚上的12點03分 我現在來到這個衛生福利部的網站 是109年媽最科的專科物理師審查 我要來報名這個考試 今年2020年我想要成為一名 有麻醉專科護理師執照的護理師 我們要上傳一些報名文件啊 讓考試的考官們知道我們是 真的有受過麻醉訓練的 真的有在就是機構服務過的 所以這些都上傳了 下一步 如果我11月24號有通過考試的話 我就真的是麻醉專科護理師了 而且是台灣的第一件 不過的話先不要說那麼早 因為這支影片如果真的要做成功的話 等一下我通過考試才行啊 現在呢要來印我的準考證 因為準考證發下來之後 我一直都沒有印 然後今天是考試的前一天 有唸一些考題 唸到覺得差不多了 現在這個時間可以休息一下 去印我的準考證 來啦這就是我的準考證 然後這些內容都是不能看的 大家只能看我要考的 像專科護理通論 還有進階專科護理 然後是下午的時候考試 準備要去印準考證 現在在等我的先生 現在在等我的先生 來了 大家看他為什麼穿成這樣 因為他等一下要去跑步 趁等我勞工的時候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的考試好了 我們這次的麻醉專科護理師的考試 其實非常的臨時 我也是到要考前的一個月 我才知道麻醉專科護理師的考試用書 所以那時候再來重讀 Miller麻醉大師那本 其實我覺得已經有一點來不及了 那就是直接抓重點 把以前唸過的全部重新唸一遍這樣 剩下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做考題 然後考題的話大部分都是寫 走吧 邊走邊講 大部分考題的話都是 那你跑起來 你看這就是新竹的風 大部分的話考題都是寫 像醫學生他們的考題啊 像以前專科護理師NP他們考的法規啊 護理的進階的理論啊 就比較偏像NP的考題這樣子 就分成兩科考 那其實我覺得念的比較辛苦的一定是 麻醉科的學理 因為你很會上當我表示 你學理會很好 對不對 應該是說你很會學理不代表你會上當 對對對 應該是說你很會學理不代表你會上當 那你沒考過的話我覺得 anyway 明年再考一次啊對不對 加油 回過啦 加油 對 我一定會過的 我跟你講 我要印彩色 為什麼 因為一生就考這一次 你當然要印彩色的紀念啊 隨便印黑白的太無聊了吧 他有說可以彩色嗎 可以啊 那隨便你啊 你看超貴的耶 印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我真的超貴 我真的假的 等一下網友要檢舉 對 那我現在回到家了 來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考試的時候要準備哪些東西 水是一定要帶的嗎 再來是 鉛筆盒 裡面包含了有筆心的2B自動鉛筆 然後橡皮擦是要好用的 一擦就馬上擦掉了 然後還有一支三色筆 我就只帶這樣 再來就是 準考證還有一些硬考的提醒 我不會帶我的ipad去 因為我所有做的題目啊 還有我這次念書 我全部都是整理在這個app裡面 這個app叫做notability 我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把 就是一些考題跟你的筆記 整理成一個方向 整理得非常好 我覺得notability它可以幫助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可以把每個單元分得很清楚 然後一眼就玩過去 就知道哪裡是還沒做 哪裡是有做的 搭配這個筆 書寫 我覺得它是比一支本 還要來的方便跟厲害 就是我把所有的考題都下載到notability裡面去寫 然後寫完之後定證錯誤的地方 我就是會搭配我們的指定參考用書 就是Miller 我就會看這一本來找答案 如果是找不到的話 我才會google查 那畢竟考試用書是這一本嘛 我就不會一開始先google查 因為我怕就是google上面的資料 不是非常正確 或者是沒有辦法給我非常明確的麻醉的方向 因為畢竟麻醉在整個醫療裡面 它還算是比較小重的 大概就是這樣 明天考試的話 我就不會待命的這一本 因為太重了 認真耶 幹嘛 可以 study with me的vlog 反言難對見的樣子 欸 好啦 快認真 你酒酸也很低欸你 快認真 想被打嗎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在底下幫我留言告訴我 或是想要知道什麼關於麻醉 護理師的資訊啊 或是有一些問題想要問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之後再拍影片跟大家說 那就先這樣囉 這個影片就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下次見 集中文明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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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